听专家解读美国升学方案 看美国学习生活点滴 原美国名校梦想 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文美快文快答环节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其实不是一条问题 是表达对万博士的一个谢意 我来稍微读一下 说万博士经常听您的节目 对我们家长帮助很大 您是美国华人在教育方面的一盏明灯 我认为您所讲的这个知识 远远超出了孩子升学本身 更是从孩子做人 华人在美国生存的角度来给我们指引 是人生的导师了 那么孩子今年是顺利的入读了大学 他这个顺利入读 但是虽然是DIY 就是没有找到这个万博士做规划 但是从您的讲座 是伴随了他们整个的申请过程 他是表示非常的感谢 也建议我们节目组 可以把节目整理出一个系列 进行出版 叫做华人升学宝典 这个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这个万博士也考虑一下 然后我们他说 我这里没有具体的问题 希望继续来聆听你的讲座 祝节目越办越好 这里也是带万博士 感谢一下这位观众 万博士听完之后怎么样 心情如何 感动眼泛泪花 推上去 镜头推上去 让这个惊疑的眼睛出现 是是是 谢谢 那这个呢 就是说因为咱们一直在 确实是每当 这个听到家长这样的感谢的时候 包括我其实之前有过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说 为什么后来我同事教育 后来又读这个教育学专业 那么就是受到一个触动 什么触动呢 就是我一个高中就是我带来美国的 高中就是我让他来美国读了四年 后来又让他读大学四年 给帮他进的纽约大学 后来的话呢 硕士去的哥伦比亚大学 应该是我非常骄傲的一个例子 回洛杉矶看我 带着老公带着孩子来看我 是吧 那我很感慨 是吧 为什么很感慨呢 就是说改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因我有这份缘分 当然我说的夸张一点 是吧 来美国选择这儿去哪儿 认识他的老公 当然老公不是我给选的 也不是我推荐的 但是如果不是当初我建议他 升了这个学校 录了然后进去了 是不是 所以他上来这句话说 万老师很感谢你改变我一生的命运 我现在很幸福 是的 我听到这个话 一个是感动 另外一个我也是 怎么说感觉突然很重 就是说我这个责任 我这个使命还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当然 这个就是说 不能说都崇高吧 不要干无人子弟的事情 这起码是我的一个 最起码的一个底线吧 是吧 就是说不要说在我的手里 把它变得更糟了 是吧 那么当然我也不是说 你怎么样就找我就怎么 尿手回春了 也不是 我们做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工作 但确实是这种事情的话呢 然后能收到得到家长的一些肯定啊 包括家长呢也是各种祝福啊 包括是吧 各种感谢啊 是吧 每到这个时候都觉得说 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机构 当然它是有一定盈利的模式在 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中 我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有的时候我经常是11点12点 还在还在回复啊各种微信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吧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将心比心吧 能家长有这样的感动 那当然我们干起来也更带劲 当然我们只能说是尽力做到最好吧 因为往往有的时候 呃 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当然 那么呃 也希望大家多包含 是吧 那么也能够积极的给我们提出更宝贵的意见 是吧 让我们也更好的为咱们的华人服务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理解啊 就是为人 为人师啊 就是说就会觉得逃离满天下 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特别是看到就是说自己的学生啊 越来越好 确实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学的选择 呃 对一个人的人生真的是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啊 我自己个人来说是因为我选择了 就是说我的这个大学啊 上海戏剧学院才有我的今天 然后我才知道哦 原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并且我非常的热爱他 所以我觉得在对于未来 我孩子他在择校方面啊 就说真的是家长还是要用点心 而且呢 听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 包括孩子自己本身的意愿 这个真的是对他来说 就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可能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嗯 所以这里给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谢谢万博士 万博士跟我们呃 做了大概 我们这里有两年的直播了吧 万博士差不多 对 是的 对 所以这个每一期啊 万博士都准非常精心的准备 他给大家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像刚才这位呃 朋友说到的 他们是DIY的 那么他们DIY都是跟随着万博士的脚步哈 这所以可见万博士给大家分享的真的都是干货呀 这个都就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哈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有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来问一下 包括可以到这个文美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去跟大家交流 沟通一下也可以直接来询问万博士相关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教育这个事情 我记得万博士跟我说过一句话 教育就是急不来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慢慢来 哎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培养孩子也是对于我们父母的这样的一种员策吧 也谢谢万博士这么多这么长时间跟我们的分享啊 未来还要继续 好 我们下面来问到万博士这个问题了 这是一位网友的问题哈 他说我家孩子十一年级 那么现在学校通知说呢 可以回去上课 也可以自己选择继续上访课 想请问一下万博士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好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的因素吧 一方面的话呢是安全性因素 我想这个可能要您自己酌情处理啊 我就不便提意见了是吧 那么至于说从学习效果上来说的话呢 就像刚节目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 有些孩子呢 他对这个网课是适应的 有些孩子呢对这个网课的适应度就比较低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可能如果学校给了您这样的自主权 您应该是首先跟孩子这边沟通一下 他认为哪个效果更好 如果说是他认为这个效果还可以 那么对安全对学校的各种防疫措施啊 也是满意的话呢 那么那当然是他可以就是说可以回去上 是不是如果他觉得这个网络的效果很好 是不是我就是可以这个这个这个 而且这样效率更高了 因为省去了通勤的时间是吧 那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是吧 那么反而也是一种机会 但是呃我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呢 呃除了学习效果呃有可能受到影响之外 这个网课还有一个呃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 他属于十五六岁十四五岁 甚至有一些更小的一些孩子哈 他们在这个在家这么憋这么长时间 其实我更建议家长家长多多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个的问题呃有的时候呃 往往有的时候会超越你的这个学习成绩的呃本身哈 我就给你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呃这个孩子本身是有轻度抑郁症的呃轻度抑郁症 嗯那么上了网课变成中度抑郁症了啊 变成中度抑郁症了 就是说就不上网课了基本上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他的世界就已经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了 嗯是吧封闭的 然后的话呢呃再加上这个疫情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 也本来可能就是他就比较封闭 不太与愿人交流啊或怎么着 那但是没有疫情的时候 家长还可能会创造一些东西能够呃交流啊沟通啊 是不是 那么现在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是变成约在家里只有网络的这种虚拟的世界 变成说话的机会就更少了 对这种情况的话呢 对他的影响就比较大 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是 他本身就有一定的这种疾病存在 那么对于没有疾病的孩子 在长期在这种情况下呃生活的话呢 也容易呃产生焦躁啊 或者说是一些负面的呃一些情绪 是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家长的这个话题哈 我觉得呃在孩子的心理健康上 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注意 是不是 怎么在活跃家庭的气氛和氛围 不能从早到晚 呃孩子的生活是比较隐私的 岁数比较大了 就永远都是关着那扇门 嗯 里边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 嗯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方面我反而是要提醒大家 诶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哈 我来这个多问一句万博士哈 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哈 就是说跟父母本身就是非常排斥的 再加上现在是网课 另外一个就像您说了 就是一直关着门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哈 您除了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就 多的进行沟通以外 作为父母的话 你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去跟孩子进行交流吗 呃 给的建议就是找万博士 这个很直接没错 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哈 我这个可不是真的是 我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是这样 我应该是找一个第三方来介入 哦 对效果会好一些 而且有的时候家长呢 自己不要有心理排斥 觉得孩子不理你 意味着不理所有的大人 还真不是这样 对 那么我们很多情况下 包括有些其实学习成绩啊 各方面 其实自己还是有一定呃 自觉意识的这种孩子 但是就像您说的 处于青春期啊 什么之类的 呃 家长帮不到孩子 什么就是你不用管 我自己能解决 嗯 甚至比较排斥 甚至排斥到什么程度 你这个呃 怎么说呢 你你你你 你让我做的 我一律不做 对 是吧 我就按照我的来做 对 是不是 那么这种家长有说 哎 万老师 那这个我找你能行吗 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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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都完全不接受 我我给你推荐他 他都完全反对 那那你们怎么合作呀 嗯 哎 我说这个呢 你也别现在就自我否定 我觉得你可以 孩子心情好的时候 是不是 你总得找一个 是不是 你要跟他让他接纳你的想法 你肯定是 我觉得这种矛盾 不是一天养成的 可能就是因为你之前管的太多了 或怎么着太强加于他了 他现在有自己的意识 他要反抗了 是不是 对吧 那么你挑一个他开心的时间段啊 什么时间的 你跟他聊聊 是不是 哎 哎呀 这个有一个什么顾问啊 怎么怎么样啊 是不是 哎 要不然我这个整孩 是隔壁什么什么同学 你得编个故事 你得你得有策略 是不是 你不能来硬的来直的 是不是 哎呀 说隔壁谁谁 怎么着 说啊 他们家怎么着 要给给他规划 有兴趣 要不要咱们也聊聊 先聊聊啊 是不是 往往很多家长都很 怎么说 很吃惊啊 吃惊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哎 这个原来就是说 可能要跟你见面 都是我架着上来的 是吧 就是那什么 但是跟你聊完了之后呢 就认可你了 说就行 就找了 这个我可不是吹牛 这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家长 现在没再看这个节目 是我们一个呃那个什么 这个呃澳洲的 就是说在澳洲出生长大 然后移民美国这边的啊 那么孩子是你想在国外长大的孩子自主性都是比较强的嘛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本来是就他也找其他的一家机构 都说他这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让别人干 我想不找啊 是吧 跟我聊完了之后呢 那这个就就对我还是很认可的啊 就同意啊 是吧 所以这个我万博士还是有这个魅力的 你知道吧 对 哎对 所以这个呢 当然的话呢 就是说呃 这就是什么问题呢 当然不是说我怎么样 第一呢 呃 就像您说的 专业的人找专业的人干 可能同样的话你怎么说他都不信啊 可能呢 我说也是这个事儿 但是你换了个人呢 他就完全感觉不一样 他就信你 因为他知道你是干这个 对的 那你爸妈说的 他就觉得你是在忽悠我 为了让我多写作业呢 嗯 啊 你知道吧 呃 所以就是说呃 这个呢 你要有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方法啊 然后呢 呃 能够是有一个第三方来介入 往往的时候呢 你 因为你毕竟没有在美国生活 或者说是详细的指导他 他在学校发生的很多事情 为什么最后出现 他不愿意跟你说 他说了 你也不能理解 你一直在推速他去学习 是 那么他缺少一个知心朋友 嗯 是吧 他缺少这么一个知心 能说话的人 嗯 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能找到一个 这样的人 其实他是愿意打开他的心扉 跟你讲这个事儿的 他还是愿意进步的 没错 就是我觉得万博士说的 第三方很重要 很多事情都需要第三方的介入 这样的话才会把事情办得更好 所以哎 有这个问题的家长们赶快 待会添加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来找万博士聊一下 好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来问一下万博士 这个家长问 说请问现在都是在家里上网课 还需要做大学规划吗 还是说把学习成绩弄好就可以了 反正也干不了什么事情 哎 这个是不是错误的万博士 哎 这个应该是没看咱们节目的 是不是 是吧 这个节目应该是 这之前说过好多次了 是现在处于半停滞状态 是吧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大学申请是招一百个人 只有99个人报名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 你就不用规划了 是不是 那么只要是招一百个人 有101个报名 它就是竞争性的东西 对 没有什么需要不需要 是吧 怎么自己做的更好 怎么比别人做的多 比别人做的更好 那就是你需要做的事情 嗯 没错 所以这个不是说是 现在这种状况下 就不需要规划 我个人认为 就是听了万博士 这么多期的节目 规划这个事情 还是应该做的 而且是越早越好 当然要看你孩子 本身的一个状况 然后具体怎么样来规划 并不是像之前 这个我们就是 我之前也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给孩子加量 或者是加作业 或者是加一些功课 其实不是 万博士纠正过我们 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并不是 有时候要做减法 反而是能够帮助他 这个更好的去完成 他想完成的事情 这样的话呢 可以做 这个词叫什么 叫事半功倍 对不对 就是你做一半的事 刚才可以达到 一倍以上的功效 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需要 还是需要规划去做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纠正这个观念 规划 不是补习班 这个一定要纠正了 好 下面这个问题 我来问一下万博士 他说这个也是一个 11年级的孩子 他说我家孩子 现在已经11年级了 明年呢 就要申请大学了 那么是刚刚才关注到 我们的节目 他说是不是现在晚了 来不及规划了 是不是他们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您的建议 好的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 也是我经常听到的一种声音 就是说伴随着无奈 为什么说伴随着无奈呢 因为有的孩子的成绩呢 也不是很理想 在伴随着这种无奈 那么我经常反卫家长 我说你要放弃吗 是吧 那么或者说是亡羊 你怎么理解这亡羊补牢 这个词 要这个窟窿要不要补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了 他们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不知道 还有没有的可补 那答案当然是 肯定是有的可补 是吧 那么而且 如果现在11年级到明年 还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 来做准备 其实调整的空间 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 那么很多事情的话呢 其实往往就接着 上边那一个问题 就是说疫情 我不能做很多事情吗 疫情我也做很多事情 是不是 疫情很多东西 因为疫情很多东西 搬在网站上来了 搬到网上来了 甚至他们教堂做活动 也都搬到网上来做了 是不是 所以网上做的东西 网上的东西多了 意味着网上需要的服务 义工也多了呀 是吧 所以其实在网站上 可以做很多东西 那我给你一个 我昨天一个家长 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哎呀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 很棒的学生啊 就是说这是一个 他妈妈也是很骄傲的学生 他这个也是一个亚裔 是在美国长大的 美国长大的 他们这个学校的theater 就是这个叫话剧表演吧 他们学校最近10年的 话剧表演里边 他是第一次是由一个亚裔担任男主角 他是很厉害 那么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你知道吗 演话剧怎么演 在zoom上演话剧 是吧 我真是开了眼了 是不是 所以说那这个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可以搬到网络上来进行的 那么这个对于他说 当然在话剧本身 你当然肯定是现场有布景效果更好 但是话剧它毕竟也是偏文字 以说为主的嘛 所以这种情况他们十几个人 是不是有不同的角色 每个人一个窗口 在那表演 是不是各种各样的 当然他们还用了一些个虚拟背景啊 什么一些东西 是吧 他们都已经把话剧都已经学生 这种学生活动都已经搬到 网络上来进行的 那你说有什么事 不可以在网络上来进行的呢 对于咱们又不是说搞什么特别高精尖 特别复杂的实验的什么东西 所以规划这件事情 义工也好 领导力也好 特长也好 组织个什么俱乐部也好 干什么事也好 都是可以搬到网上来的 那么在这十个月里 其实你还是有很多事情做的 当然那么规划并不是说 就像刚才主任说的 并不是说一味的啊 看你怎么要加东西 缺东西就给你补 有的时候缺不一定补 因为我首先要看一下 你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 需要focus需要注意 所以这个时候你往往是说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就更像是说 你得的这个 你生病了你不舒服 是不是 你是在前期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去看医生 还是说你有一点疼痛了 有点难忍了 你再去 还是已经到痛得不行了 你再去看医生 对 那就是前期中期晚期 前期有前期的治疗方案 对 中期有中期治疗方案 晚期有晚期的治疗方案 那你当然到了晚期 你到了十二年级 那我就要给你下猛药了 对的 是不是 那么当然你是更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让他吃点中药 是不是 扎扎针灸就好了 那才是最好的状态 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咱们一直说 这个要趁早就好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 你发现问题那一刻就是绝对的晚 是吧 所以这个呢还是要积极的主动 对 做这个事情 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其实都是都是可以的 就像刚才万博士举的例子 就是说 哪一个时间用不同的药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说每一个时间 对于孩子们的规划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边这个网友有一个问题 要来问一下万博士 他说上大学的规划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记得万博士在我们这回答过很多次了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来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说是越早越好 但是对于很多家人来说 他就认为 太早了是不是就感觉好像有点 就是多余了 或者是过了 我总归是要到那个肯结儿上 我再开始可能会更合适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对这个的话呢 就牵扯的话题比较长 你最长 我一般建议哈 如果各方面比较充分的话 从七年级八年级比较合适 那么稍微晚一点 九年级也可以 也都是OK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为什么说是 我为什么说提高到七年级八年级 因为有些人他会决定 是不是要上私校 要上私校 那私校公校这都连到一起的 你要考这个私立中学 是不是 私立中学就牵扯到什么问题 牵扯到你上的是AP体系的学校 你是IB体系的学校 你这个学校 之前上期节目也聊过 你选的这个学校居然没有AP课 你选的这个学校居然只有HONOR课 你选的这个学校AP课很少 这些个你在择高中的时候 在某种程度上 会对你的大学申请规划 进行一定的限制 对 是吧 所以呢 你如果能够在七八年级的时候 那么就介入这个 从大学的这个规划 对你择校这一块是 就有一定的帮助 你对你后边的计划 就会更顺 是吧 所以说我说七八年级会比较好 当然有些人他就是走公校 我就是在我们家社区这 一直读下去的 对那当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不存在这种问题的话呢 我包括今天 我和一个家长聊话我也说这个话题 就是说为什么到了九年级必须要找顾问 就是说到了九年级 就超越了大部分家长的知识范围了 指导范围了 对 因为在八年级之前的话呢 更关注的是大众化的东西 什么叫大众化的东西 成绩是家长可以盯出来的 是吧 那包括孩子的情商 包括说他的这个 与人沟通能力啊 你让他报个演讲辩论班啊 学学打篮球 学学打网球 学学国际象棋 学学音乐啊 这些都是停留在八年级之前 主要停留在这个层次的 综合素质的教育 是不是 他的性格呀 喜不喜欢运动啊 带他爬爬山啊 是不是 这些都是家长可以控制的 这个可以利用的 你只要让他这个学习成绩盯紧点 然后这个综合素质啊 情商啊 各方面能够演讲辩论啊 他性格培养啊 这些方式家长都是可以升任的 倒是到了九年级就已经进入了 最后的一百年初次节目 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那你往往家长的知识量就不够了 选哪些课 哪些课该选 哪些课不该选 是不是 什么时候该干 这个事该干 还是不该干 这俱乐部怎么成立 要弄哪些事 牵扯到巨系的大学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而不是说那些普通的大众化的东西了 对 这个时候要开始了 嗯 最晚最晚也得九年级要开始了 这个当然 刚才我们有十一年级的同学问 来不来得及 也是来得及 但是更好的规划 应该是从九年级开始 好 然后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我们稍微聊过一点 但是还是请万博士来稍微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 他说请问孩子性格内向 什么都不愿意做 学习也不着急 他说我很着急 请问万博士应该怎么办 哎 跟我约个时间聊一聊 是不是 没错 扫描一下二维码 赶快 对 这个问题上面咱们已经聊过了 我就不再展开了 是吧 那应该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找一个第三方 不一定是我了 这个显着有点这什么了 你认为合适的人 对 你觉得能够跟他能够聊一聊的 是不是 看看了解一下孩子的想法 看有没有一些改变吧 对 最重要其实我觉得还是沟通 另外一个就是了解孩子的想法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想要什么 他在做什么 他想做什么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对症下药吗 我们说 所以就说如果是家长觉得自己 可能跟孩子的沟通在这方面 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有点问题的话 找第三方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特别是想找像万博士这样 他们有经验的 他们能够很敏感地捕捉到孩子的一些 这个想法 这个可能会比较重要 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孩子不适应网课 就是原来呢 在学校的时候呢 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天天在房间里 都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他说家长呢 就作为我我也没有办法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美国可以留级吗 他说等疫情过了之后 让他重新再读 万博士 美国有留级这件事情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定的意义 正好咱们也没设计过这个话题 对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 可以留级是吧 可以留级 那么可以留级的话呢 看是你的这个学校是公校还是私校 如果是公校就不可以了 私校可以 那如果你读的是公校的话呢 他要求18岁是要毕业的 所以这个没办法 你必须往前走 但如果私校的话你成绩不好啊 你是可以选择留级的 那选择留级你要跟学校商量 私校就不一定了 有些呢是19岁 有些是20岁 是不是 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限制 这个你要具体的跟这个学校沟通 但是留级不是问题 留级问题是说 你还是要把现在的这个成绩 那因为你不能说是我留级了 这一段历史我就不提了 因为毕竟这已经是过去式 对 所以这一段历史你怎么要再调整 那么大学申请的时候你怎么说 是吧 这也是一个问题 了解了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来这边读高中的时候 他其实是多读了一年语言 也就是相当于他是正常的 应该是比如说正常的应该是去年毕业 但是他多读了一年就变成了今年毕业 所以这个就在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在升大学的时候会有影响吗 他没有影响 因为这是正常的 就是说他要求你比如说是报从14岁到你高中毕业 这四年你都这五年四年都发生了什么 你报清楚就可以了 那你当然读语言你也是在学习吗 对的 这完全没问题 嗯 是不是 嗯 对这个是一个从国内来的朋友 就是说等于说可能对他来说高中来到这边语言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如果是你已经在这边像这位家长说的 疫情这个情况下希望他能够留一级 这个万博士刚才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 私校可能可以商量 公校可能就不行了 但是公校的话有一个问题 我正好顺便来问一下万博士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我申请休学这件事情 在高中的时候有这个说法吗 有休学 你想休学当然是你的权利 那回来你要跳几 哦 就还是等于说不能说 还是必须这个年龄要毕业 对还是这个年龄要毕业 也是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限制 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也是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 好 那么这个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事情 专业的事情要找专业的人来做 那么文美集团就是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也是主营大学的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 还有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补习服务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交流这个教育心得 他们开通了微信群 欢迎大家扫码进去 如果不方便扫码的话 刚刚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 屏幕左下方都有文美客服的二维码和微信号 微信号就是文美集团的全聘 欢迎大家直接加客服微信来咨询 今天感谢万博士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是 有任何的问题呢 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 我们的美国升线直通车 是在每个月第二个周三 每期时间的五点到六点 我们都会在这里跟您不见不散 辛苦万博士 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我们下周下个月再见